番茄讲故事,只讲好故事 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 这是关于父辈和姨父家的故事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亲戚之间应该如何相处 放假了,吴小峰回家看望父母 拿出了钥匙正要开门 门就自己打开了 正巧撞在他的额头上 痛得他挨直叫唤 屋里一个大叔被推了出来 又把吴小峰撞翻 定睛一看,竟然是姨父 姨父很生气,说道 你劝劝你爸妈,怎么能这样 父亲走出来,把儿子扶了起来 拉进屋里,就要抬手哄人说 你走,我不要你的钱,你别再来了 再来,咱们就没有交情了 姨父跺了跺脚,说 你真觉,我不管,明天我还来 姨父走后,吴小峰满心疑惑 而父亲却背着手回卧室去了 也不跟儿子解释来龙去脉 吴小峰就去问母亲 然而母亲也不让他瞎打听 没过一会儿,姨父给吴小峰打了电话 约他出去见面 父母听到了动静 立即过来制止吴小峰 不让他去见姨父 搞得他更加迷惑了 无奈之下,父母这才坐下来 要和吴小峰好好谈一谈姨父家的事 说事之前,父母先给他提出要求说 你听了这件事,一定不能贪心 不能问姨父要钱 否则我们没有你这个儿子 吴小峰见事情这么严肃 赶紧正经为座,听父母说话 父亲说 你在外面工作忙不知道吧 老家现在搞拆迁了 之前那套房子赔四十万 吴小峰听到这个消息 立即就明白父母为啥 对自己是这个态度了 因为他谈了个女朋友 最近正想要跟女友求婚呢 结婚肯定需要买房买车 所以父母是怕他跟姨父要钱 父亲又说 你姨父来,就是来给咱家钱的 四十万拆迁款 他要给咱家三十万 我和你妈商量过了 这个钱我们不想要 你也不能犯糊涂 听见没 吴小峰心里也有点不高兴 说 爸妈,你们把我当成傻人了 我怎么可能因为自己的婚事 打这个主意呢 听儿子这么说 父母总算是放心了 父母之所以坚持不要这笔钱 完全是因为曾经和姨父的那段交情 十几年前 姨父还是一个比较有钱的人 他们夫妻俩做生意 做得是风生水起 赚了不少钱 他们在省会城市买了房 带着孩子搬去城里生活 这让亲戚们非常羡慕 有些亲戚问姨父借钱 数额不大的 姨父也就借了 从来没有催还钱 也不抱怨什么 那时候吴小峰的父母觉得常理效益不好 也想出去赚钱 但是因为他们给孩子在县里买了房子 打算让他独重点高中用 所以手头没什么钱了 就想问亲戚们借点 其他亲戚都不乐意帮忙 只有一副一次性出了三万块 父亲就用这笔钱买了一辆面包车 和妻子起早贪黑的送货 那段时间电视购物很火 货运生意很好做 父母把握住这次机会 赚了十几万 后来就在小县城开了个小店 一家人住在县城里 老家只剩下一套一条龙的小房子 几年后 姨父的生意出了事 听说是被生意伙伴坑了 被几个朋友骗着 签下了什么合同 结果不仅全部家产赔光 就连房子也拿去做抵押 被坑没了 他们一家三口被赶出家门 租了个便宜的合租房住 姨父回来找亲戚们帮忙 求亲戚收留 可是之前借过钱的那些亲戚们 都不愿意帮忙 有些人确实是意志不富裕 有的人是孩子正在上学 是用钱的关键时期 家里没什么存款 但是总体说来 大家都表示爱莫能住 现在算来那已经是十年前的事了 吴小峰记得那时候自己正在念高中 父亲突然急匆匆回家来找房产证 使吴小峰的父母出手相助 把老家那套不怎么值钱的一条龙 卖给了一副一家人 让他们好歹有地方住 不至于还要在每个月掏租房的钱 在十年前 这套一条龙大概价值七万元 而父亲却只收了姨父三百元 姨父一家人感激涕零 父亲却说 当初你借我几万块 让我买了车 我们家才能有现在的生活 我咋能看着你们受苦呢 再说了 这个房子很破旧 也不值什么钱 父亲表示 因为吴小峰正在读高三 也是用钱的关键时刻 他们拿不出什么钱来帮忙 只有这套闲置的房子 能派得上用场就好 后来 吴小峰考上了211 去外省读书了 他忙碌学业的那些年 听父亲说 姨父在老家承包了商店 生活好起来了 姨父一家人 也是很能吃苦 很勤劳的人 他们对接了平台订菜的业务 又揽下快递 老家小镇虽然人不多 他们却工作得非常认真 服务很周到 所以很快就扩建了店面 有了钱之后 姨父在城里 给女儿买了一套不大的房子 准备夫妻俩干不动了 就去找女儿养老 那套房女儿先住着 也省了租房的钱 10年间 姨父一家人的勤劳 一直让吴小峰很敬佩 而且父母的本分 热情 有爱心 也让吴小峰很受鼓舞 现在父亲说 姨父决定把那套一条龙的拆迁款 拿出30万来给他嫁 估计也是知道 吴小峰准备和女友结婚的消息 想要表达谢意 父母都不愿意接受这笔钱 吴小峰也赞同这个想法 他把这件事告诉给女友 女友知道后 连连夸赞吴家人三观证 看来也是个不错的姑娘 大家都很满意 唯独姨父还是不高兴 三天两头来找吴小峰的父亲 两个老头子喝了酒 又吃了饭 见面很多次 还是谈不拢 最后姨父又发火了 跟吴小峰的父亲吵了起来 不过大家都心知肚明 姨父其实就是想用强硬的态度 逼他们收下这笔钱 吴小峰的父母 才不会上当呢 吴家拒绝拿欠 姨父竟然几次私下里找吴小峰 甚至去找他未婚妻 无论如何都想要把这30万给出去 也是有趣 这30万的巨款 竟然成了被两家人嫌弃的东西 最后父亲见姨父 态度实在是太坚决了 而且闹了两个月还不肯罢休 只好答应收钱 父亲说 这样吧 咱们两个个退一步 我拿10万 就当你随份子了 姨父好不容易见他答应收钱 还管什么份子不份子的 先把钱给出去再说 于是爽快地答应了 美滋滋地给老吴把钱转过去 从这之后 两家人的关系也更加亲近了 姨父家的女儿生孩子时 吴小峰的妻子 还给他送去了很多便捷好用的东西 两家人相处得好 遇到了困难的时候 也相互帮助 一起解决困难 这时候那些对于个人来说非常大的阻碍 也不算是什么大问题了 亲戚之间的相处 其实本该如此 但是现在很多人都非常自私 只顾着自己 总觉得帮助亲戚 就等于被占了便宜 要不要帮助亲戚 还是得看这个亲戚值不值得帮忙 有的人虽然比较穷 但是他比较重感情 又很有赚钱的头脑 不会干违法的事 这样的亲戚很明显是值得帮助的 因为他们有本事的同事还知道感恩 得到帮助后 是一定会投桃报李的 当然 有些人不愿意帮助亲戚 是因为极度心强 他们不去帮助有能力的亲戚 就是怕这个亲戚赚了钱之后 比自己更富有 到时候自己心里就不平衡了 觉得好像自己成了众人眼中的笑柄 越是有这些想法的人 越难以获得有用的人脉 生活中也遇不到贵人